的一种呼吁和行动 那么这个个人呢 举个例子 在美国呢 已经有5000多个人呢 加入了这个佛罗里达州 一个叫伯曼法律集团的 一个诉讼 那么这个诉讼呢 现在有5000多个人 去参加这样一个诉讼 很显然 这是一个个人参加的集团诉讼 要告中国政府 要赔偿 这个这是个人 那么最近呢 在这个对中国政府 进行诉讼的这些人中呢 还有一部分是企业 那么内华达州 拉斯维加斯联邦地区法院的 提交的一个案件呢 叫贝拉 维斯塔有限责任公司 诉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案子 我们有人说我们的那个 那个声音有点小 我的麦克已经开到最大了 是不是您的问题啊 那么这个 贝拉 这个维斯塔有限责任公司 大家一听就是一个公司 是一个企业 那么这个企业呢 诉中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 顺便把这个卫生部 商务部 应急部 民政部 以及湖北省和武汉 这两个呢 省政府啊 和市政府呢 一起给告 这是这个企业 另外在加州的这个 联邦地区法院的播客 注册会计师 及其顾问 那么这一家原告呢 诉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是个企业啊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 网友的啊 叫林天月啊 林天月网友 你可以开大一点声音 对我这边 麦克已经是调到最大了 那我想我应该 努力的空间了 另外呢 这个卡夫威 威斯地产 它也是一家企业 就是说现在啊 在对中国发起诉讼的 这个这个领导 官司的来说呢 企业为主 那么我们还知道 除了个人以外 还有企业 另外还有一家 美国的州政府 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可以 最新看到 环球时报呢 最近发了一篇社评 向中国索赔 美国司法也在流氓化 大家知道 美国司法也在流氓化 那么很多人关注 这个也啊 是什么意思 对吧 这个标题很有意思 这个也究竟是指的 这个指美国政府 在流氓化 然后再加上 美国法院流氓化 这是个也 这是一种解读 对不对啊 还有一种解读呢 前几天这个环球时报 刚刚披露 中国的法学家 也要起诉美国 对不对啊 那么你中国起诉美国 你是不是司法机构 也在流氓化呢 所以大家都解读这个也字啊 在这里头啊 是一个很有琢磨味道的文字游戏 究竟是指美国个人啊 企业 美国的州政府 一起在搞流氓啊 那叫野流氓化 还是指啊 中国的法学家们 号召中国的企业 分别在美国和在中国起诉美国 那么你这个打官司 你是不是也是流氓化 所以这个东西啊 挺有意思的 那么我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我不 我已经讲过关于个人企业和州政府 起诉这个中国的问题了 那么我今天讲的 我要换一个角度 什么角度呢 就是这个 政府行为 政府行为 来 调查和追究这个责任这个事情啊 我今天关注的是四个字 政府行为 那么我们知道啊 个人企业 州政府啊 州政府是指的是美国联邦都政府 在这个跟中国政府的这个过招的过程之中呢 那个坏头和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啊 那么这里头呢 实际上最有力量的是政府啊 那么这个政府呢 我们现在指的是狭义的政府啊 那么这个狭义的政府是什么呢啊 指的是行政当局啊 行政当局或者是中央政府啊 那么司法机关我们不算啊 在这个里头我不算 那么议会我不算啊 我都不算 那么在美国我指的是川普的行政当局啊 在在欧洲我指的是法国政府 英国政府德国政府 在澳洲我指的是澳洲政府啊 行政当局对啊 或者是总统服这样一个机构 代表这个政府啊 在国际上对了对外代表美国政府的啊 这样一个角色 他们在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调查和追责的过程之中 发挥的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啊 那么我们啊 这个现在大家已经明白我今天要谈什么问题了啊 那么美国呢 我们知道这个议会一直在对中国施压 对不对啊 议会一直在中国做中国施压 那么呢我们不算啊 他们是通过法律啊 这样一种方式来对中国施压 那么美国这边呢 今天我要说的是什么问题呢 他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施压是多方面的啊 例如说他跟这个WHO的这个战斗啊 已经进入到这个啊 有你就没没我 有我就没你的这样一种程度 那么最新的消息是这个美国的国务卿 已经明确说啊 当初要这个唐书记下课的那个目标已经不算事 如果你WHO想再让美国给你钱 那么你必须进行一个结构性的改革 否则的话一毛钱你都别想要得到 那么正好是这几天呢 这个美国这边的国会为了这个解决全世界的这个公共危险危机啊 国会又增加了2.7亿美元啊 那是在原来的这个预算的基础之上 又增加了2.7亿美元 那么负责发这笔钱的这个是美国的国际开发署啊 那么这个国际开发署已经出来说了啊 这些钱我一分钱也不非给WHO啊 我一分钱不给你 我要自己找第二个找第二个把它花掉啊 我要找自己找地方把它花掉 就是你WHO你甭想要钱了 当然我们知道中国政府这时候呢 知道WHO和唐书记有一些困难 那么中国政府呢 昨天又写了一个三千万美金的支票啊 送给WHO 而且是现贿捐出去啊 看着是要救急 对不对 中国政府花了三千万 那么呢送给WHO 那么我们知道上一次中国政府已经这个写给了WHO一个支票 两千万美金 那么我记得没错的话 在唐书记单选为世界卫生组织干事长之干事长之后呢 中国政府给他写了一个两千万美元的支票 那么那个两千万再加两千万再加三千万啊 大家算算一共花了多少钱 但是呢 真像川普说的啊 美国花的钱是中国多得多得多 确实实在数字上 中国确实实是不多的啊 但是中国的这个行动啊 前后对比一下看也是动作非常非常的大 对不对啊 那么美国跟WHO的这个事情呢 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关系已经非常僵了 那么实际上美国跟WHO的这个关系呢 实际上也是这个事情的责任追责和调查中的一部分 因为他查这个唐书记和查WHO的时候 他就要查你到底去中国你干了什么事 对吧 所以这是一条战线啊 这是美国查中国的一条战线 那么现在呢 美国查中国的一条战线呢 之后呢 我们还要注入一个美国政府自己开闭的一个战线啊 那就是啊 美国自己啊 我们标题叫美国的这个独栏行动啊 独栏行动 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干 单干啊 单边主义啊 查中国啊 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迹象啊 这个我记得呀 这个最早的时候是美国CBS的一个战线 一个女记者啊 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啊 这个 问川普先生 他说 你看总统啊 中国 躺了那么大一楼子啊 居然一点责任也不负啊 这有点看不过去啊 好像这意思啊 川普先生当时就记住那话 他说 你怎么知道中国就不负责任 啊 你怎么知道中国就负责任 谁说过中国不负责任啊 好像这样一个 反问啊 这个白宫的这个记者会啊 是经常有这个新闻的啊 非常有意思 嗯 这个 这个 凤凰网的记者呀 台湾的那个记者呀 都是这个 记者会出上 上面出现的故事啊 非常有意思 所以有兴趣写小说的人 可以写白宫记者会 然后这个 CBS记者就接着问 他说 既然中国要负责任 他该负什么责任呢 川普说 那我不告诉你啊 啊 中国心里有数啊 中国知道自己该要负什么责任 啊 这是这个 最早啊 这个美国政府 我觉得对中国犯出的最厉害的一句话啊 中国要负责任啊 那么这个责任应该怎么负 他自己心里明白啊 就像当年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啊 跟我说 拒绝我护照的时候啊 我说你为什么拒绝啊 他说你心里明白啊 你这套啊 川普也学会了啊 这个这个政府之间玩这游戏 真的是 我一听的就是这个很熟悉啊 就是这样啊 他自己明白要承担什么货 那么这个到了4月22号的时候呢 那么就开始这个 把这个批试所的问题就弄出来 然后这个川普说 我们正在调查啊 而且他说什么呢 我们自己正在调查 所以说啊 我们自己正在调查 我就认为是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一个独栏的行动啊 这个调查呢 我下面要讲到 那不是跟国际合作 也不是跟欧洲合作啊 是美国自己搞单边主义的调查 啊 这就像这个贸易谈判似的 这个贸易谈判这个事情啊 也是美国的独栏行动啊 大家知道吧 如果美国要通过 世界卫生组织跟中国去算账啊 世界贸易组织去跟中国算账的话 不知道猴年马月把这个账人算清楚 啊 如果美国要找一个国际盟友 去跟中国算账的话 那么欧洲不知道要跟美国吵到天亮的时候 是不是还能吵到一个结果出来 都不知道 因此美国说 对不起 我自己来玩 后来很多人在批评川普 在跟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 说你忽略了我们的盟友 啊 就是这种批评啊 实际上你要知道 我们下面我要谈到美国的盟友 在这个事情中表现的都怎么样啊 今天这是这是我今天要关注的问题 美国的盟友到底会怎么样 那么实际上这些人对川普的批评啊 在某个意义上 基本都是一些 我觉得都是乌托邦式的一些批评啊 那么很显然就是说 在这个 公共卫生危机 你要去探求真相的这样一个行动之中呢 你要拉盟友来行动 就像当初美国在这个W 这个在这个贸易协议时候 你要跟这个盟友一起来 跟中国谈出一个贸易协议 那不知道谈多少年啊 就这个问题 所以美国说我们自己的调查 这个信息是非常的非常的关键 那么美国现在呢 他要调查的时候呢 他现在啊 他一直批评中国政府 在啊这个 人传人的问题上 他隐瞒了真实的信息啊 他隐瞒了真实的信息啊 那么现在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呢 隐瞒信息里面最重要的啊 现在是人传人啊 人传人的问题 因为这个人传人的信息 如果提前一个月 提前一个星期 披露出来的话 那么全世界今天的情形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啊 信息隐瞒里面的核心问题 现在美国抓的是 人传人的信息 被中国政府给掩盖了 啊 那么 美国的这些耍流氓的诉讼啊 就是中国的这个官媒啊 谈到的 美国耍流氓的这些诉讼 他里面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法律上的东西要很严格 你不要乱起诉啊 你乱打官司是没有用的啊 你会难诉啊 反而会受其害 那在如果这个事情成了一个官司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和非常坚硬的证据 那么就抓在人传人的问题上 因为中国已经有大量的信息 接入官方行为 在掩盖这个人传人的这个信息 在1月20号 钟南山医先生 说出来人传人之前 那么在之前的中国政府通过过种途径 把这个人传人的信息给灭了 这是关键 这是中国的短板 不太容易掩盖 再加上一些医学杂志上面的一些文章 所以很多人担心啊 这个官司打起来麻烦 不好找证据啊 中国不配合 像现在啊 你在这个科学论文 新闻报道啊 官方数据 我觉得证明这个人传人的这个不隐瞒 我觉得这是一个啊 基本上没有多少争议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这也是目前这个官司在某个意义上 能够进行的一个根本啊 那么美国政府呢 也批评中国政府在人传人的问题上 犯了错误啊 那蓬佩奥 4月22号 那么呢就批评中国政府没有 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汇报这个疫情的情况 直到中国过审都出现报告之后呢 才对大家说啊 现在人传人了啊 谢谢我们这个网友打赏啊 这个节目呢 正好刚刚开始 所以说这个啊 传口气喝一杯咖啡啊 很多人说要跟和平做节目 和平做节目 有时候就没自己做节目那么啊 利索啊 就是讲两句就跟和平去讲啊 和平也爱讲 所以他一讲讲五分钟 那么我讲两分钟 他是这个老板嘛 我就让他们都讲 都讲 那么这个节目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节目 所以说随便讲啊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去再批评我们和平了啊 这是我自己和平先生说 既然你讲的不够嘛 那么给你一个单独节目去讲 那么我现在就给了我一个单独节目 所以我要感谢何先生啊 而且他也催促我每天都做大事小评 那真的是如果那些节目不做的话 我真的每天要做大事小评 对啊 所以说他还是充分让我讲话的啊 那么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的国安部长 4月16号也在这个啊 说中国的这个在这个公共卫生委员机制中 发布的信息误导私人信息不透明啊 所以说啊 这个美国现在是批评中国信息不透明啊 你是对中国对世界发布了一些信息 但是你发布的一些信息 并不能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 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是 您在人传人的问题上 你满足了全世界 让全世界对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反映不及时 因为如果要人传人的这个事情的话 那么美国可能采取的这个啊 封关的这个行动 那可能就不只是针对中国的这个 中国的人了 美国可能提前把自己的国门 对全世界关闭 你看美国后来是通过什么途径 才关掉了这个对欧洲的大门 对不对啊 很晚啊 对不对啊 这就是问题啊 这就是问题 所以说啊 你说这个西方 现在知道啊 什么什么时候该来责备 谁谁谁了 然后来甩锅 实际上这个信息的人传人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发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么在这个追 调查的问题中呢 川普先生啊 提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你的这个 你是一个错误 你还是一个故意 这也是川普先生对中国发出的信息 也是美国政府在对中国的问题进行调查和追责的时候呢 美国啊 想注意的一个事情 那么川普就已经说了 这是他在这个 一个4月18号的会上啊 白宫的会上说 他说如果是个错误 那就是一个错误 如果是个错误 那就是个错误 他我们不给你 叫声 但 如果他们 负有 故意的责任 啊 故意的责任 那听清楚了啊 那他肯定要产生一个后果 所以说 前面那个故意嘛 就是 天灾啊 天要下雨 你还要嫁人那样的事情 那没办法的 那么后面那个事情呢 就是呢 你在里面的人为错误 这是美国要 坚决追究的地方 而且一旦被证实 我告诉你 冤有 头 赞有主 你跑不了 这是川普先生 搞的这样一个 啊 区分啊 所以啊 我们现在呢 要关注川普先生这句话啊 那么 这个川普先生呢 在这个时候 他还说 在之前 他们这么做以前的 我们的关系啊 很好 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 新冠病毒的发生 究竟是一个后来 失控的错误 或是故意为之 这两者中间 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对吧 差别是很大啊 你看我们做一个事情 你故意做 或你不是故意的啊 这个真的是差别很大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话题 往下走了 你要查故意 对不对啊 你要查故意 或者是 这里面更深的一个问题 就自然的把 美国人的调查的思路 局限到了一个 批示所 批示所 大家也说